消防车警民声不断上千名葡萄牙消防队员 忙着扑灭山林野火 但火势猛烈加上欧洲面临热浪来袭 打火效果有限 当地居民也很无奈 已经发生第三次了 根本拿野火没辙 而且预估周末西班牙和葡萄牙边界 高温可能上砍42度 葡萄牙热浪导致的野火也已经酿成29伤 同样在西班牙也是野火烧不尽 火光把黑夜罩的通红 消防队员彻夜打火 虽然目前没有波及到民宅 但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西区 部分村庄也已经预防性撤离居民 热浪来袭 特别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将出现42度高温 塞维亚则会有45度 而法国西南部也有野火肆虐 就怕会有危险 这场野火也迫使成千上万名的观光客撤离 就连火灾冒出的浓浓黑烟 在法国知名的阿卡雄海湾也看得到 而首都巴黎市区一样躲不过热浪侵袭 法国巴黎大人小孩热到在喷水池边玩水 面临剧烈的热浪来袭 民众也不敢暴露在大太阳底下 该躲在阴凉处晒日光雨 气象专家更表示 18号可能还会出现法国历史最高温 欧洲热浪来势汹汹汹 各地区气温飙升 在周末来临之前 不只法国英国都可能有更高温出现 周日周一都可能会破纪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